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镇别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镇力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伟邦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脸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谈谈这个《Tickle down the CCP》 已情不在了 你看途中 途中阿桂笑到四万 又美女贴身保护她 贴身招呼她 多么开心,春风满面 为她服务 当然是什么服务呢? 原来是翻译服务 翻译服务需要抱着手吗? 后面抱着手吗? 最搞笑的是 国民贵身边的西人 这么有趣的笑 因为基本上你 是比较难听得明白她说什么 她那些是生动的考验 真是真是真是 更是西人 他说什么 就算她说巴基斯坦的名字 她说巴基斯坦 她这么说 我想 一般是猜得懂 但她那些 你真是看直播 她经常看直播 当是笑话 很个人 但是 你看那些直播 基本上 正中西人是很困难的 不然 这位 这么漂亮 这么美丽的翻译 太好了 原来她也是精通多国语言 其实会不会是这位翻译 她懂中文 原来是 在懂中文之下 当然 就算她说英文 也大概知道 这些没说什么 郭文贵 这宗案件还在纽约审 过程当中 也意外爆出 郭文贵这个美丽的翻译 原来 她是来自 FBI 的间谍 美国佬阴 说真的 她肯定这样查 都是找一些间谍 这样的事 日前 中国红顶商人 郭文贵 遭到指控 她欺诈 从众多的投资者当中 是骗了10页 美金 看看 这个官方资料 亦显示100年 郭文贵 就开始 挪用 股票发行资金 亦 还有 什么农业贷款 等等 多项投资者的资金 就用来做什么 她很简单 三个字 歇世界 你这帮人 不是反共吗 不是反共吗 拿钱 我还没叹到世界的反共 可以 一边歇一边反共 可以的 又可以旅游 反共 我要保存这个 有用之趋 才能反共 又吃雪家 又吃雪家 又rap 又住豪宅 我博到你 他接下来说 我们要被共产党看到 我们日子过得好 所以呢 你说漏了一样东西 你说漏了一样东西 不是我们 是我 是我压贵过得好 其他人 亏家荡产 是的 当然 郭文贵 就是 买豪宅 买油艇 买豪车 其他车质品 当前 郭文贵面临12项相关的罪名 包括 欺诈 勒索 洗钱 纽约法院正式 审理郭文贵这件案件 但是 随着司法审判的进行 郭文贵 这件案件竟有 是令人意外 的一些发展 原来 这个文件也看到 第五天的文件看到 法庭就请郭文贵的翻译 是 凯林 作为证人 作证 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郭文贵的欺诈 以及投资公司运作的具体细节 当中 凯林 被郭文贵 是 拼任的律师 就问他 你究竟是什么呢 我是 FBI的间谍 那就糟糕了 人装并和 人装并和 亦有人就说 原来 被郭和中国早已有合作 拼上了郭文贵 那当然了 这些司法合作 没理由这么笨 你去到那里 你说反共 那就可以 给你有犯罪的机会 不会 美国 他当然 看回你犯罪 不判你 还得了 你骗美国公民 因为很多都是美国公民 当然 凯林的条件很好 不单是举止优雅得体 并且武道能力出众 所以 海林很高添 很漂亮 并且 精通多国语言 总能够 令目标 对象失去了 应有的防备戒心 相当符合作为 间谍的条件 不过 这次的身份曝光 外界认为 将中会 严重地影响 未来发展 我其实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危险 说真的 真的可能会有危险 那么 看看 七哥 郭文贵 十哥不骗你了 要赚钱 我们一起赚钱 一起赚钱 七哥 不是一起赚钱 还没赚了 不应该说你骗了 不应该这么说 是一起赚 赚钱 我们看看 原来最新文件很厉害 亦有 几十段的影片和文字 并且 闪述了郭文贵三年间 一步一步把投资回报的承诺 吹牛 吹大 并且没办法兑现承诺 原来检方公布的网络内容也显示 2020年4月到2023年3月 郭文贵被捕 之前没多久 包括影片连接 截图 重点内容的截选 和英文翻译表格 文件很厉害 209页 警方首先公布了一个影片 原来 展示郭文贵煽动支持者 慷慨解囊 当时 吹牛嘟 跨跨其谈 非常夸张 这段影片 就是2021年 你知道他很喜欢玩直播 其实我也很喜欢看直播 很好笑 吹牛嘟吹得很厉害 2021年 大概是2月28日 截选至郭文贵 自家媒体GTV 他正宗其事 在那些支持者跨下海口 他说 现在 我朋友 掌握着中国的名义 我朋友 掌握着中国的名义 你朋友是习近平吗 但是你好像跟习近平对了个人 就是他的家族 是的 随便一个生意 就几百亿 跟大家说 我 知道什么叫政治 什么叫金融 什么叫 搞大钱 什么叫赚大钱 甚至叫 马远遜的屁 马云他也看不起 当然 原来根据检方的首证 郭文贵三年内 打造了 不是喜马拉雅 也不是新中国联邦 这个国家 就叫诈骗帝国 好笑 过程有三个阶段 跟之前介绍差不多 根据 2020年4月到21年8月的一系列影片 郭文贵 GTV这个媒体 公开 无古 董事会的成员包括 他说得很厉害 前百公高级部门 班龙先生 他说是班龙先生 他很好载 他得到赐面 但阿贵就惊得了 想挽车车 这不去挽aks 他也提到 和川普很熟 但是班龙真的是和川普熟 对不起 真的是在共和党有实力 讲话的就是班龙 原来也有一位以反共和做空中国而知名的投资者 Kyle Bass 以及郭文贵的高级顾问王岸平提前应罪 原来他说得很厉害 他就是鼓励追随者 投资我GTV 赔的钱是我的 赚的钱是你们的 我们应该倒翻转 现在就倒翻转了 现在就倒翻转了 邓门长刚才那句话 广东话是否应该说 如果赚了钱是我郭文贵的 赢了钱是你们的支持者 应该倒翻转了 赢了钱是你们的傻子 赢了钱是我郭文贵的 当然啦 郭文贵对GDP的市值港化前后矛盾 是没有统一的标准 看法庭公开的影片也说 他在2020年6月就说 GTV初始的估值是20亿 美金 而到了当年8月 两个月就说 千万2000亿美金 1000亿美金 到了2021年 贵了 现在GTV 只剩下600亿美金 8月他又说 努力市的市值 才只有80亿美金 是我们五分之 即是400亿美金又跌了 事实上 最搞笑 是不是人们这么笨 其实 郭文贵自他被捕时 所谓GTV 都从来没有上市 投资者 所获得的承诺 回报 也从来没有实现过 在2020年7月 的影片当中 喜马拉雅农场为名 是投资管理小组在全球 多个国家成立 支持者 想投资GTV快点加入这个农场 即喜马拉雅农场 GTV 不同个人发生关系 只是与农场合作 他也进行了反复的 叮嘱 令投资者仔细研究合同和风险 话锋一转 他就提到有些投资者的钱 因为种种原因 就是 很搞笑 就说 没有办法 盗账 他说 不过这样 没有办法盗账 比退到共产党那里 退到共产党那里 好像不行 好像犯法 你不要每次拿共产党出来开窃 你这样是犯法的 他后来怎么说呢 被退回的钱 可以跟农场 签订贷款合同 好笑 他吃了你够钱 就当是借钱给我吧 5到6年 很高利息 6% 你想怎样 其实他自己是安装了 另外 2020年6月 郭文贵 宣布成立 以他自己的名字 是一个俱乐部叫GClub 就是高端 玩家 跟你说 要高端会员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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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点好 投资 不要玩玩一下 那些会员 好像刘世良 不过刘世良 并且 好厉害 永不退还 那你豈不是很快 那等于是直接付钱 直接付你了 喂 你这么说的 反共事业 大于生死 钱也算了什么 我没说投资 捐赠 这不是投资 好笑 当然 这人经常吹牛 反共事业大于生死 但是到了10月 郭文贵影片当中 最新规定 未来会员不允许再应扣GTV的股票 在2020年6月的影片 郭文贵亦是 迎合加密货币的热潮 宣布是 Gub 不是粗口 在喜马拉雅农场出现后 改名 喜币 并且 喜马拉雅币 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后面那个瘋子 大坏想知道是什么 他说 我们这个数码货币 直接跟美金和 黄金挂钩 避险的话 很多人就选择黄金 两个都挂了 为了配合 珠币的上市 已经是并购了五家银行 打造一个叫 珠储蓄 顺利是 你自己说他自己也笑 不是 他不是说 并不是说广东话 是广书 并不是说广东话 我们说广东话就好笑 这个中癫 下面的中癫 大坏 整一个全球独立的金融系统 那就差不多 可以取代SWIFT 可以制裁俄司的 是 找鬼信你吗 另外他再宣布 第一批法行的 喜币 将会在农场内内部 营养 吸引 追随者加入 当然 这个叫农场的关系 之后郭文贵为了 推广数码货币的骗局 亦吹牛 而且越催越瘫 他在2021年9月推出一条宣传片 《喜币征服月球》 共产党也没搞成征服月球 真是狠狠 相信他也要验一验才对 21年又有片 11月他在影片中就说 《喜币上市后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这次我以为自己看错 原来他就说价值多少钱 不是一百亿美金 是一百万亿美金 美国储备也好像没有那么多 一百万亿美金 你真的想一想 我觉得 你真的相信他 真的相信他 还有一件事 超乎你想象 会客你一条 小仁和小吉很重要 二年五月他继续 在影片中就说 欧洲几十位最顶级的投资大亨 都买了我们的喜币 这些人 资产加买 是中共一年投资额 一半以上 你说 那些顶级的富豪 如果是企业的投资中局 应该是 的额度应该比你多 你是个人而已 你的回报率有没有 厉害得那么厉害 好像很不透明 巴菲特呢 巴菲特可以吗 很多人很喜欢访问 巴菲特 如果他有什么推介 他自己也 很乐于和大家分享 但好像没有提及你 阿桂 是吗 是吗 根本没有听过 原来他也说 22年2月在全球最大的数码货币平台 交易平台的币安 被调查之后 他就说 他们不安全 很危险的 那么危险在其他平台 我自己搞个平台 平台就叫 起交锁 不是 起交锁 应该看到这个 这个名字很厉害 有 有插头 很喜 又有 欢喜的喜 又有 升喜的喜 很容易投 这个很棒 那就起交锁了 之后呢 他又说了 已经成为了世界第四大平台 而且 美国政府给了政策 令到起交锁成为全球 最安全的 这个是 财富习散地 财富汇追的不是习散地 真是搞笑 吹牛吹倒 全都回到你那里 其实他不是 是真的回到他那里 但不知道是否全球 是的 我们总结一下 到了2023年的被捕 郭文贵 在一系列的影片当中 都吹嘘自己的骗局 其实 将 他进一步就说 其实就说到很厉害 起币 起交锁 是人类历史上唯一 是受人信任的货币 全球人类最安全的地方 他就说其他数码货币都会消散 只有起币 是完全清白 并且 永存人间 说得很厉害 你真是以为他是拍戏 当然啦 吹到这么大那些 你也要小心一点 这人 被这位美女 终于爆了他的 我相信 他已经有很多东西爆了 但是在法庭公开审讯 应该是在审讯当中 逐步会公布出来 当然啦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刚才那个说的 就是唱歌 当时 我觉得他是付钱 因为他就说 很厉害 这首反共歌一出来 就已经一夜爆红 八个小时成为下载榜冠军 你有没有下载 第1号粉丝 粉丝教育引号 我听的 Youtube也听的 我听的 The Ticker Down The CCC 支持他 支持阿贵 阿贵也说 文化大革命搞了 中国人死了 我搞的是 文化运动要拯救 千千万亿的中国人 当然这首歌 他说 一百多 其实他是做到这个势 因为他说 尽量一百多万美金 其实都是傻子 只是做个势 85%购买的美国人 他说 这首歌 已经成为了 是 很刺善 他这首歌的威力 超过了 核弹的 级别 反共的核武器 真是 我就是 觉得笑死 绝对是笑死 说到大道 你 真是对不起 为什么我刚才笑 笑到肚痛 因为我们说到大道 自己 我想那个 刚才我们说的那位 海林 这位是 FBI的特工 可能他也 慢慢引笑 很辛苦 这傻佬又出来说 那些 英文已经很辛苦 吹到这么大 他还要跟 人家翻译 是吗 当然 他就说 中共 哇 很搞笑 他当年 这个《自由时报》 也有帮他买广告 波波他吹得很厉害 四年前 他就说 这首歌 令到中共很紧张 不单 是紧急成立了网络巡警 去打压这首歌 哦 是啊 还要斥资 10亿美金 逼这首歌下架 但就下不了 因为大家支持 也就说 各大平台支持他 因为不怕这个习近平 他就相当感动 就说自己 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这首歌更加透露 这首歌 在全球一夜爆红之后 他就更加被称为 是李小龙的翻译 不要这么说 Bruce 是啊 那个是功夫界 这个是音乐界 音乐界应该是 格内美 Grammy Awards 他的意思是 是什么 就是 李小龙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这是民族的象征 这意思吧 真是得胆笑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慢慢等你坐 拜拜 拜拜